这道糖流土豆片啊 做完竟然给隔壁的小孩掺哭了 赶紧啊 做完就哄孩子去了 黄洋土豆呢 给它切成硬壁厚的片 放入水中呢 给它清洗出表面的淀粉 锅内水烧开呢 放入两勺盐 下入土豆片给它焯水 焯水到半透明状 捞出来 把这水分呢给它控干 油温六成热啊 土豆片下锅 炸 土豆片呢 炸的定型 先给它捞出来 油温呢 升至七成热 复炸 土豆片呢 给它砸着这种红褐色 它就给它捞出来 控油 另起锅呢 加入底油 放点干椒丝 放入葱姜蒜 爆香以后 放点生抽 半勺的米醋 半勺的糖 放入半勺的水 这儿呢 熬成这种粘稠 冒大泡 它们可以下入土豆片 放入香菜段 来点芝麻 给它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 做这道菜要注意这么两点 第一 要选择黄肉的土豆 第二 糖醋酱油的比例 要掌握好 应该是各占三分之一 因为这道菜虽然叫糖溜 实际上它的味道是甜咸味 虾醋的目的 是为了柔和甜味 而不是为了体现酸味 关注我们 明天见 明天见 就会有点赞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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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